我们刚创立的时候 约是在二月份才正式开张 所以三月份就遇到这个疫情了 MCO封城了 说完一期是 根本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了 跟他有相同感想 遭受疫情冲击的商家比比皆是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好转 商家们面临的是另一种挑战 还是另一个商机呢 这次有好多商家 如果是他们对电商已经是准备就绪的 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少 那些还赶不及经营这个电商的 就会面对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商城面对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的客源50%是从外走进来的 行动管制令把这50%的客源就砍了 所以我们在5月4号开始 启动很多的这个促销活动 尽量把我们的这个影响力范围 在这个巴生河流域附近展开我们这个促销活动 我们一贯都是坚持 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的商家 所以我们第一就是要想到 要怎么帮助他们维持他们的生意 其中在开发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面 有一个重点就是all to all 我们就准备了网红 开发20多场的Facebook Live 让商家能够从中受惠 这些网红会到这些商家的店铺里面 在以直播的方式帮助促销他们的产品 因为这些店铺里面是一种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鼓励商家 向这个产品多元化 还有呢我们也深化我们这个贸易活动 我们尽量的鼓励商家 把更多我们商城里面 还没有卖的东西带进来 与其让顾客感到有新鲜感 也比较完整啦 现在我们也是在鼓励 在跟很多国家的领事馆也好 大使馆也好 我们在跟他们配合 把他们各自国家的产品 带到我们这个商城来 在展示厅里面展示 这次的疫情呢 更能够把这个展示厅的作用带出来 这个展示厅让至少120家 国际的玩具银铜产品的出产商 或者是工厂 他们能够在不需要到马来西亚的情况下 把他们的货品寄到马来西亚来 在我们的展示厅展示 他们也把他们这些全部应有的资料 全部都寄过来 这能够让马来西亚的这个零售商也好 批发商也好 或者是其他周围的这个采购商也好 他们有机会再不需要坐飞机 他可以来到这里选购他们觉得他喜欢的东西 其实在GM Clown的这个理念中 我们最大的一块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 我们在开发的是一个整个生态系统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面 每一个成员都扮演他们各自的角色 来促成整个生态系统的作壮成长 那么肯定的我们要有更多的新军 更多新的人才 我们一直都是在坚持说 我们要跟商家继续的配合 合作 你从一间店做到 发展到十间店 二十间店 我们会跟你手拉手的一起去打造 整个生态系统的作壮成长 因为这个生态系统是属于大家的 不是我们是大家的 GM Clown是全马最大的批发厂 这个就是优势 所以我们决定是选这个GM Clown GM Clown有帮助我们什么东西呢 我是可以说两个字 感恩 一路走来呢 就是从我们要开始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 到今天 他们无私的都在协助我们 我们希望呢 我们能够继续的 以重点是来拓展这一些个别的产品 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 好像这个家室啊 或者是地毯啊 或者是墙子啊 越做越大 我相信在产品多元化方面 我们会继续的去努力 那么各自的产品 我们要做到是 马来西亚有实力的市场 希望能够把这个GM Clown 发展成一个有实力的 区域性的一个批发层 那么多好 谢谢大家 为什么